哎怎么搞的呀 这孩子一个人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 应该不会 我是我是被搬在那里面的 韩朵朵 朵朵 他不给我看吗 你心里不是那么强的 你一个孩子都看不住 朵朵出去那么久 你也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 喂朵朵 现在马上立刻给我回来 什么味 从哪都看来的 朵朵 朵朵 快从进去 朵朵 朵朵你在毛子里干什么呀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朵朵 你们的蜡子怎么回事 衣服烧起来了连毯子也被引蓝了 怎么回事你说话呀 我想给熊熊过生日 他给我的蜡烛 我不是跟你说的吗 让你好好看着孩子 你怎么能把蜡烛拿给他玩当玩具呢 朵朵说他想玩蜡烛 我就给他找出来了 我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点燃 好好好 行了行了 拿上来 咱们去吧联系 朵朵 妈妈 爸爸家 死火了 爸爸 好凶 爸爸 妈妈 爸爸 妈妈要跟你接电话 喂 什么 着火了 不是火灾 孩子 他在卧室里边玩蜡烛给电燃了 你现在在哪 在家里 好 进来是吧 黄阿姨真奇怪 喂 妈妈 你要来接我吗 哦 那我在小区门外等你 我就不上去了 爸爸生气了 记得晚点帮我去拿水包就行了 好 拜拜 朵朵的 老妈 朵朵 怎么着我呢 妈妈 妈妈看看伤哪了啊 朵朵她没事 就是点蜡烛 这不小心把衣服烧了 那你呢 你在干嘛 这么想想让你看不住她 好了 别激动啊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我知道 你看不惯我们盟女俩是不是 你到了是不是 我们俩就这么命苦 好 好 好了 新衣她只是舒服了 没有想害谁的意见死 这个我敢以人格担保 不用说了 我再朵朵走 就算我这腿全一辈子好不了了 我也得对她负责 干什么呀 辛苦功还没找着呢 你一个人照顾她过来吗 照顾她过来照顾 照顾不过来也要照顾 以后就不麻烦你了 走 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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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读读呀 今天做的可棒了 不过下次不能这样了 嗯 就算是为了妈妈烧她的衣服 也不能玩火呀 多危险 你要是出事了 妈妈怎么办 妈妈我听你的话 应该不叫做坏事吧 外婆不是常说 做了坏事 会招报应的吗 这怎么叫坏事呢 我们朵朵做的呀是大好事 是为了让爸爸和妈妈复合 对吗 你不是也说 你不是也说羡慕你们班那些同学周末的时候 爸爸妈妈陪着一块出去玩吗 等爸爸跟妈妈复婚以后 我们也一家三口出去玩 好不好 好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啊 可是我觉得头好痛 头痛 啊 发烧了 怎么会发烧呢 是不是今天失火的时候吓着你了啊 别着急啊 慢慢拿温度计然后给爸爸打电话啊 你等我一会儿啊宝贝 您看看这个王英哈 为了复婚竟然是不择手段呢 居然利用自己的孩子 教孩子做坏事 差点酿成了大祸 实在是太可气了 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母亲 我们经常说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是最好的家教 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 就算是要复婚也不能这么做吧 那现在心仪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廖凯已经误会了心仪 王英更是不达目的 不会善罢甘休 那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阴谋轨迹呢 来了来了 来了 下午还想要好方的 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啊 现在也不知道昏迷了还是睡着了 体温都四十了你快看一下 我走了 是不是发生伤呢 怎么办呢 麻烦送医院 你说好好的怎么就发伤了吗 会不会是今天失火的时候给吓着了 还是在火里面吸了什么废气 会对身体不好啊 你说孩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说我怎么办呢 说那么多干嘛呀有意义吗 我这不是着急吗 我交集走啊 赶紧走走走走 赶紧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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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慢点 别看着他了啊 小心头小心头 小心头 都怪我 要是我自己带着孩子 肯定不会这样 这也伤得太不是时候了 要不是我 朵朵肯定不会伤成急性肺炎 你别自责 这不怪你 只能说新爷太年轻 不会照顾人 是啊 那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你到时候别怪人家啊 挺难得的 快会 为对方考虑了 经过了这么多事 别的我都不求了 我就想让朵朵赶紧好起来 喂 在医院 朵朵病了 急性肺炎 还是医院 嗯 谁打的电话 谢谢 哦 那个 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那什么话你就说了 你自己看吧 前段时间我腿没受伤的时候 不是找工作来着吗 那个是 是我胡义当中知道的 听说吧 他跟那个男的 还有点关系 反正他住的那个房子 是那个男人的名字 我就想他 会不会找他两只船呢 会不会是跟那个男的 吵架了 闹矛盾了 到你这儿来寻求情感上的安慰呢 那如果真是这样 我有点话多了啊 其实就是想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可能这只是一个误会 啊 对 可能是我误会了 就是觉得吧 你太善良了 怕你被人骗 爸爸 我不舒服 知道生病不舒服了吧 这次啊 是给你的教训 以后啊 可不能这么调皮了 就知道 今天把妈妈吓死了 你知道吗 爸爸生病真好 傻丫头 生病哪好了 生病爸爸妈妈都来陪我 你看连孩子都知道 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我更多的都需要你 来 睡觉了啊 走了 睡觉了啊 似乎不早了 这么巧 护主名不是叫吴欣怡吗 是他前夫 给亲爱看见 他们在一起过 好 知道 谢谢啊 小学 你说你都戒烟那么久了 怎么又抽上了 怎么了 多多 生病了 他小生病 是因为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我听到这话吧 挺有感触的 吴欣怡呢 除了不会带孩子 现在还和他前夫 纠缠不清 黄英 昨天 跟我说了 复婚的事 你可要考虑清楚 黄英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已经栽过一次了 希望你不要再栽第二次 哎哎哎那个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我知道错了啊 那个女孩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再说了 你那个男朋友不是 也要复婚了吗 你跟我回去 咱们在一起不挺好的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听说的呀 这也不重要 我爸说了 你要不回去 他就把房子 直接购户给你 那加上一分钱 都不给我留 你到底是舍不得我 还是舍不得钱呀 我就没有弄明白了 公共那么民事里的人 为什么会有你 这样的儿子呢 我已经跟你爸说过了 那个房子当我租的 我会给租金的 我就是帮他们 看房子而已 房子还是他们的 只要你真心悔过 他们应该会原谅你了 那个那个 心眼 那你也原谅我好不好 我也是被骗了呀 那个女孩 说什么网红 跟着一起发达 结果呢 她就是个骗子 现在好了 人也没了 钱也没了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吧 没别的 那就是有点 有点虚荣 我们是不可能的 你当初跟那个人 走的时候 怎么有想过我呢 反正现在你也回来了 房子我会尽快搬出去 别别搬出去啊 咱们一起搬回去好不好 咱们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 放开 你放开 你放开 干什么呀 你放开 要不要我帮你放进 我说这位大姐 我们两口子的事 关你什么事啊 她是我姐姐 你有几个姐姐 我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刚才事我已经录下视频 作为证据 你再来纠缠我妹妹 我告诉你性骚扰 欣欣你考虑一下啊 给你的 没想到今天来送喜糖 居然碰上这样的事 那人是谁呀 他是我前夫 没想到你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老套的故事 我是外地人 为了他来到重庆 结果 他出轨跟人跑了 他父母觉得对我挺过意不去的 说想把他们家的房子给我 当作是补偿 我拒绝了 我把房子 我想留给二老养老 所以我现在是暂时住在他们家的 他现在也回来了 所以 我准备搬出来 对了 最近里的料改怎么样 这两天没什么联系 他太忙了 要照顾朵朵 还要照顾王英 而且 那天意外失火的事情 他应该也还没有气消吧 王英 他腿早好了吧 说病就是装的 那天都被逗逗看到了 逗逗看见了 你看 这个就是那天逗逗拍到的 而且逗逗还跟我说 那天就是朵逗在故意整理 这一切都是王英计划好的 他真是江山易改 也性难移啊 可能 也就是 逗逗看着去的像是吧 朵逗年纪那么小 我也是有口难辩 那天 王英给朵逗打电话 都被逗逗听到了 你知道小孩子也不会说话 被他哥哥几句话一问 就什么都招了 这样 我把照片传给你 你马上去找廖凯 把这事说清楚 现在 去啊 爸爸往这边走 嗯 你别管我 哎 你得听孩子的 哎 他往这边走 哎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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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違 哎 是你 啊 我 你来看一下朵朵 朵朵 因为我去医院 прот Häy el 因为我去医院看朵朵 医生说多多已经出院了 所以我过来了 就送给多多的娃娃 多多 收到礼物该说什么呀 谢谢啊 不客气 爸爸干你了 一会咱们再玩啊 这阿爷都来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 坐坐坐 你看我腿也不太方便 就不招呼你了 你自己坐啊 嗯 好 还有就是 我跟廖凯要复婚了 到时候来喝喜酒啊 给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慢走啊 爸爸 爸爸快来下庭 嗯 下庭了 你看看这客厅这儿 嗯 这 呃 我给打扰你吧 没有 坐 这是您的资料 嗯 你坐会吧 下周呢 我们办完婚礼 我们打算出去旅行 所以我想 你帮我接送一下 豆豆 这个 就可能 时间上面 也有点冲突 我这儿要接多多 而且王英那边的护工 还没给他找着呢 王英他火蹦乱跳的 他需要什么护工 什么意思啊 王英的腿早就好了 或者说从一开始 他就是计划好的 他根本就没有受伤 昨天我不是让吴欣怡来找你了吗 对啊 他什么都没说啊 他把礼物给了抖抖就走了 不过 他跟他前夫一直都有联系 我估摸着吧 他们可能也要复婚了 你说他跟他前夫会复婚 你开什么玩笑 就前两天我还碰见他们 你说人家多好一个姑娘 跟前夫离了婚 人家想把房子给他 他不要 想着把这个房子留给两个老人养老 前夫跟人跑了 他还帮人家守着房子 这随时都有可能搬出去 要我说 他这前夫就是个半价子 这事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对啊 哥 你看 那天我看到王英和这个男子在一块 我就觉得不对劲 后来我才调查出 他就是吴欣怡的前夫 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既然你们今天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我想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交易 你自己也好好想想 你是想跟一个成天算计你的人在一起 还是跟一个真诚的傻白甜在一起 又或者连两个都不选 什么 你都跟逗逗说什么了 哥哥一直都在问我 这一次生病是不是找包衣的呢 哎呀 说什么呢 这事都过去了啊 不能告诉你爸知道了 你不是上班吗 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腿还没好吗 我联系了一家很权威的医院 我们一块去 去检查检查 不用了 不用了 这是什么呢 是因为 你的腿根本就没事 对吧 王英 你到底想忙我到什么时候 这 这事有误会 误会 唯一误会的人 就是心仪 你跟他前夫的事情 我全都清楚了 是你让我误会 他和他前夫还有联系 这是事实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事实 你还在狡辩 还在忍试 那他到底哪里好啊 你又这么讨护他 爸爸 妈妈 妈妈 回屋里边去啊 我跟妈妈爸爸去 来 说吧 我知道这回是我做错了 可是我真没想别的 我就想跟你复婚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你为了复婚 可以想方设法地 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假装自己出了车祸 还教孩子去骗人 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你根本就不配做他妈 那我有什么办法 你根本就不肯理我 再说了 多多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他错了吗 但是这些想让我们也复婚的 我本来以为 你这段时间 人变好了 没想到你变本加厉 我告诉你 你如果还有一点良知的话 我希望你好好反省一下 你干的那些事 还有 要是 你再教育孩子干那些坏事 孩子随时都可以跟我 我不行 我反省 我反省 我全都反省 我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成全机会 我不会一次一次的 在做 不过你放心 对孩子该负的责任 我一定会负 我也会像以前这样 作为朋友的身份来帮助你们 毕竟 多多是我的女儿 太好了 我应该负 就这样 我走 才是 你 我 你 是你 哎 嗯麻烦 訂兩張去馬爾大夫的票呢 你想訂什麼時候呢呀 看你什麼時候有時間呢 我隨時都可以請假 姓姨 真的很對不起 這所有發生的事情 我都知道 是我不好 我錯過了 讓你受了那麼多委屈 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們重新開始 好好的 你 是在跟我道歉吗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一切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其实 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 芳音一个人挺可怜的 要带孩子 她一个人也不容易 在能力范围之内 还是可以帮帮她的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傻白天 你才傻 你才傻 给你了 咱着 了 快去 妈 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天下不知道你马上要死了一样 你 对 我是公布了 可是我让你看了吗 你没事看我微博干嘛呀 你以为我想看 我一打开我蹭一下就出来了 我看到了我能不管吗 我让你点上股子去嘛 好 你伟大 你善良 那你现在可以离我远一点吗 你这样的人 其实就是个胆小鬼 别看沈天巴死关在嘴边 其实你就是个软骨头 不就是得了不是绝症的白血病吗 不就是被一个不责任男人抛弃了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闭嘴 我最讨厌你这种正说话 不要疼了 不行 你听我把话说话 好 季雅 他昨天你不知道他等着我 我已经到家了 到家 那你不请我上去坐坐 喝杯茶什么的吗 我今天这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怎么碰上你这么个死去蓝脸的 你这么说可又不地道了 我刚才胳膊差里没给你表掉下来 你说我这类似为活徒子是啥 我还不是担心你怕你做傻事吗 要不是我 你没准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你还冤我 我多冤枉呢 够了够了 你这个男人怎么跟老太婆一样的啰嗦呀 你别学我吧 我说这么多 还不是为你好 张雪 好信任 我求求你了 你快走吧 哦 那是你妈吧 我正好可以跟她谈谈 你伟大的自杀计划 我告诉你 我妈心脏不好 今天的事情我不想让她知道 所以你最好识相点赶紧走开 原来你是瞒着你妈偷偷自杀 好好好 我听你保守秘密 不过 小雪 妈 你生病不在家好好躺着 在这干什么 家里太闷了 我出来吐吐气 那这位是 阿姨 你好 我叫杨风 是小雪的朋友 杨风 我之前 没听小雪提起过你 我之前在外地 今天回来 听说小雪生病了 来看看她 难怪呢 那就别在这站着了 小雪 你还不带小杨 上去坐坐 好好好 阿姨 我来领东西 您慢点手 慢点 小杨 阿姨 你和小雪先聊着 我去厨房做饭 好好好 阿姨 辛苦了 干嘛呀 你干嘛呀 我干嘛 我还想跟你干嘛呢 我跟你非心非股 你怕我家里做什么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是你妈喊我来的 我 她那么热情 我会一次拒绝吗 什么也别说了 你现在立刻 从我家里消失 不好吧 我才来多久 你不怕你妈 会怀疑吗 我还要替你保守秘密呢 那你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该走的时候 自然就走了 你可别说啊 你这屋子装扮的 还真有品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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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个吉他歌手 你拿吉他的样子 挺酷的 麻烦 不要随便碰我东西 不好意思 是我太随便了 我这个人呢 从小就喜欢音乐 自己又不唱歌 见到会唱歌的人 我就特别敬佩 前段时间 想报个班 好好上上课 结果 去一趟医院 发现老天爷 只给我留了两个月的时间 恐怕是来不及了 你说什么 两个月 对 我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得了一线啊 这已经是最乐观的结果 原来你 怎么样 没想到吧 我不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的人吧 咱们俩呢 也算是同病相怜 不对 你可比我幸运多了 你还有机会等待配刑 还有被治愈的机会 而我 哎 已经是个被宣告死刑的人了 我看了你的微博 知道了你的经历之后 我就觉得你的决定 是非常错误的 我觉得 只有像我这样 无可救药的人 才能明白生命的宝贵 钱没了 可以在这 爱错了人 你可以擦干眼泪 再爱下一个人 但是生命没了 你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但凡你有一点机会 你一定要去争取 千万别放弃 坚持下去 我今天态度不好 我向你道歉 我不知道你已经 没关系 你看 我的手也不疼了 但是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该说的 我也都说了 我就不在这碍眼了 先走了 等一下 我送送你 这小飞出差快一个月了吧 他回来了吗 还没 还没 那 那这是手术费 他有帮忙 想办法 我不知道 你 你 只要找到合适的配型 我 我哪怕上街要饭 我也帮你把钱给凑齐了 让你尽快手术 小雪 对不起 别笑我当爱情逃兵 就将过往 当成温馨的回忆吧 阿姨 是小杨啊 阿姨 你怎么哭了呀 这医院啊 喊小雪化疗 我怎么劝他 他都不听 我都急死了 阿姨 你别着急 我上去劝劝他 小杨 你等一下 这 这个丫头啊 她倔着呢 我担心啊 她不会给你开门的 阿姨 你放心 我上楼一定说服他 谢谢啊 没事阿姨 如果你是来劝我 去做化疗的 那你可以就此打住了 我是不会去的 为什么呢 没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去 还有 你可以走了 我今天不想见任何人 小雪 我今天来 是想让你 教我唱歌的 不好意思 我教不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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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哎哟 哎哟 你要不要紧啊 要不要 我帮你喊救护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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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歇一歇就好了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去医院没用 这 那我帮你倒杯水吧 哎哎不用 你听我说 我真的很希望 你可以叫我唱歌 拜托了 这对我 真的很重要 那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是我奶奶 一手把我拉扯大的 我奶奶 她特别喜欢听我唱歌 无论 我唱得再难听 再走掉 她都一个劲能为我鼓掌叫好 所以 我特别想学好一首歌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还希望把这首歌录下来 将来 奶奶想我的时候 她就配拿出来听一听 好吧 我答应你 那 你想学什么歌 什么歌 那就姚贝娜的 《星火》吧 我特别喜欢 初学者 唱这个 可能有点难度 再说 你的身体 没事 我可以试试 要不 我先唱一遍给你听 每深夜痛苦过 也怎么会有资格 谈论 命运 你可壮烈的闪烁 也不沉默的平淡 别问 这是为何 因为我曾和我都过几回合 就算他几段恐吓 不过说也论 还是算了吧 就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啊 你不要放弃 你一定可以的 还是算了吧 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把你教会的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我这么笨 万一把你给累坏了怎么办 没事 我的身体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那要不 咱们做个约定吧 约定 对 就是咱们俩谁也不放弃 我答应你 我一定把这首歌学会 但是为了保证 你有足够的精力 可以教我这首歌 我希望你在教我歌的同时 可以去医院接受治疗 你 这段时间的治疗 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也继续保持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喂 对 顾玄是我负责的 什么 好好好 我知道了 顾玄 恭喜你 和你吻合的配型 我们找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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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ann 你有什么 卖 跟你一样 要的话 准备 都不 赞 你 有什么 后面 还爱 说 这么好小伙子 是 小雪啊 医生说了 根据你的情况 这手术是越早做越好 可是啊 一定要把手术费啊 都交齐了 小雪你别担心啊 妈马上回趟老家 把能借的地方都问个遍 还有啊 小飞呢 你能不能让她再帮忙问问 你就跟她说 这个钱是我们喊她借的 让她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这个钱早点还给她 不会让她为难 爸 别说了 你怎么了 别问了 别问了 不好意思啊 正忙 我真帮不了 我和她 已经是过去似的 但是 现在是她治疗最关键的时机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以后恐怕 她一直对你 念念不忘 也只有你 能帮她打开心结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看看她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念 小曲 好久不见 你那个信仰的朋友 来找过我 我真没想到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你心里 还这么惦记 我真的很感动 我也知道 当初我确实挺不负责任的 但是 有些东西 过去 这再也回不来了 对不起 请把我忘了 好好生活 小雪 小雪 你别过来 小雪 你不是答应我不放弃的吗 你为什么要去找她 你为什么要揭开我的伤法 为什么 小雪 我那时候问了你好 我真不知道 你别说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现在 我现在就像一了百了 好 你想一了百了是吗 那我陪你一块 你 你干嘛呀你 这我也活不长了 咱们俩黄泉路上 只好做个伴儿 你这下车什么热闹啊 觉得很好玩是吗 我这个人 就是喜欢下车热闹 你那种辛苦 教我唱会了吗 你这不就想走了 没门 我数一二三 咱们一起撬 你 小雪 小雪 小雪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 小雪 你快起来 醒了 醒了 小雪 你总算是醒了 恭喜你啊 配型手术很成功 好好休息吧 谢谢医生啊 谢谢医生啊 小雪啊 你当时的情况 真是十分紧急啊 医生啊 就直接跟你做了手术 对了 这次啊 真是多亏了小杨啊 你的大部分手术费 都是他给付的 都是他给付的 他忍了 刚才还在这呢 这会儿 不知道上哪去了 我来了 小雪 小雪 好样子 祝贺你 谢谢 谢谢 小雪 你放心 这钱啊 我会尽早还给你的 阿姨 这钱 不着急 我暂时 还用不上 小雪 阿姨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你的大恩大德 我和小雪 一定会记住的 阿姨 您千万别这么说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咱们应该互相帮助 对吧 小雪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好就那样吧 最近有去医院吗 没有 我觉得去不去都一样 当然不一样 不是你说的吗 无论任何时候 都不要放弃 对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放弃 我 我明天就去医院 这还差不多 你 consci 不要放弃 要不要放弃 你 我 你 我 我们医院早就不用了 这个应该是他以前住的 啊 小雪 你终于出现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我 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辛苦吗 你为什么不回我短信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为什么 对不起 什么也别说了 从今天开始 就让我陪着你好不好 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没事的 这辈子 我先喜欢你 下辈子 你家被还给我就是了 小雪 我还是 把真相告诉你吧 真相 小雪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跟妈说 你快说 你想把妈给急死 出什么事了 小雪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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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骗子 他根本没有病 他全是骗我的 说我自己 也是癌症晚期患者 能得到你的共鸣 奶奶爱听歌的事 也是假的 纯粹 就是让姚彬娜的歌 和事迹 对你起到不误作用 他之所以骗你 你也是为了帮助你 你要理解他的苦心 他不光是为了我 他是在替自己赎罪 赎罪 他赎什么罪啊 他之前 跟姓邓的是一路人 我们在一起 很多年了 一次体检中 查出了尿足症 需要一大笔钱 做换肾手术 当时的我 就是一个穷小子 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做手术 再加上我母亲的 吉利反对 我留下一封信 就离开了 后来 我就得知了 他自杀的消息 我心里那个后悔啊 我缓了好久 才走出来 这些年 我经常上网 留意一些自杀论坛 和一些相关的微博 但发现 有亲身念头的人 我就千方百计地找到他们 叫他们打消 自杀的念头 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替我自己赎罪 小雪 我觉得 你就不要再生小杨的气了 这每个人啊 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小杨 他从前做的那些 确实不太好 给他那个女友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可是他 已经后悔自己犯的错误 这些年 他不是都用他自己的方式 来赎罪吗 我们就不要再一味地 苛责他 更何况 他和我们 那是除了恩情 还是恩情 我们现在 唯一能做的 那就是 好好地感谢人家 这个杨峰啊 虽然之前做了错事 但是呢 他知错能改 并且帮助了很多 有轻生想法的人 重新拾起了 对生活的信心 所以顾雪 最后还是原谅了他 的确呀 有什么事 比活着更重要呢 除去了生死 无大事 您说呢